哈喽,小伙伴们,今天我们来一起答疑 一起先看一看投稿的视频 好,这位朋友呢,在练习后场的杀球 他的问题就是说,我总感觉杀球发出力 是为什么呢 其实很明显啊,你的这个拍的角度不错 特别是正面的,你看你杀球的时候 就有点在这儿 我们讲杀球在我们头顶正前上方 或者你稍微往你的这个右肩靠点 可以的,杀球 但你越来越太偏了 在这边杀球,那边杀球 而且就有点偏低啊 把就有点拿上来 这边是最重的,最舒服的 所以说你的这种基球的 就是人的身体跟球的关系 来调整一下 这样的话可能有所帮助 当刚开始的话 你不可能调整得非常好 这样的话可能都不会打球,不会杀球了 咱慢慢来 你刚才在这儿,慢慢慢慢慢慢往回调 这样的话你杀球肯定会好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投稿视频 好,这位朋友呢 在练习杀球,而且是发球机给他发的啊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感觉他打不准 因为打不准在一个基础点太低了 我们讲这个,基础点高一点 他的这种基础点在这儿 在这边回拍的 所以力量发不全 感觉力量被憋在这儿了 我们讲球拍要自然伸直 自然伸直,抢高点 抢前点去发力 所以这个是你杀球不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瞧瞧,稍微提前点回拍 就有点拿光拿钱 这样的话你的杀球才能舒展 舒展之后才能发力 你是这样杀的,憋在这儿了 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 感谢观看